我們看第二題 他說A是這個矩陣 對角線的矩陣 P是這個矩陣 那問這個等於多少 那我們就直接算 我們來算這個的環矩陣 P負一這個多少 這個叫Determine Determine是多少 負4加多少 加8 所以4 是4分之1 然後這兩個對調 2 負2 這個加5號 負2 跟4 所以這個是等於多少 2分之1 1 2分之負1 2分之負1 好 再來的話 把它盛起來 把它盛起來 乘起來的話 就是說 這B 等於P A P負1 0 多少呢 等於是這個 P是 負2 2 負4 2 A A是 2 0 1 1 2分之1 1 2分之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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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等於多少 這個我先把它盛 盛過來的話 這一盛的話 這 因為這是0 0的話 會盛到這裡 都是0 所以這個的話 等於多少 第一類就是多少 2乘2分之1 這個1 2乘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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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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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二加二等於零 另外一層 負四加二等於負二 再加一層 二減一 二減一是一 這樣一層 四減一 這是三 所以B是等於零負二一三 答案沒錯 再來我們看看 所以B就算出來 上看B的實質 B的實質我們怎麼算 這等於PAP負一的十字方 這等於多少 等於是PAP負一 再乘以PAP負一 總共有十下 PAP負一 總共有十個 這跟這個消掉 因為乘以這個 是單位矩正 最後一直消消 這個全部消掉 最後沒有辦法 是PAP負一 我們知道A是對角線矩正 所以A的十字方 這是A的十字方 每次等於多少 對角線矩正 這有個特性 這個是十字方 2的十字方 0 0 1的十字方 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就等於多少 那B的話 是 負2負4 2 2 那乘以2的十字方 0 0 1 再乘以多少 乘以2分之1 1 負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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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樣會等於多少 這個的話 會等於多少 我這樣一乘等於多少 就是2的9次方 這一個 這一個我把它寫在這裡 2的9次方 這個乘以這個2的9次方 好 好 再來 這樣一乘的話 這2的十字方 2的十字方 好 這樣 這樣一乘的話 這筆下的 負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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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這個再乘以這個 哦 這乘以這個 這個乘以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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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負2的十字方 負2的十字方 負2的十字方 這四,六十四 六九 所以是四十二一零二四 一零二四減二 沒有,負的一零二四加二 所以是負的一零二二 然後再來的話 再來的話是 剛剛說是這一個 然後乘以這個 再來是這個乘以這個 這個乘以這個等於多少呢? 等於是 負二的十一次方 再加多少? 負二分之一乘以二 再加二 那二的十一次方 一零二四再乘以二 就等到二零四八 二零四八是負的 再加二 所以是負的二零四六 這負的二零四六 再來的是 這一個乘以這個 這個乘以這個的話是 二的十次方 再減一 二的十次方 剛剛說過是一零二四 一零二四再減一的話是 一零二三 一零二三 所以這是正的 一零二三 然後再來 再來是 這一個乘以這個 就是 二的十一次方 減一 二的十一次方 剛剛說過是這個 負的二零四六 是正的 這個是正的話 沒有 是這個 二的十一次方 是二零四八 再減一 就變成二零四七 所以這是二零四七 這樣子 沒錯 這個答案沒錯 答案就是這個 是